北京时间8月6日晚 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十米跳台决赛展开比拼 中国队全红缠 陈玉希分别以预赛第一和第二的成绩进入到决赛阶段 今天晚上的冠军争夺也是在他们两人之间展开 全红缠再度上演水花消失数 开场第一个动作就跳出满分动作 最终全红缠一路领先 并以425.6分缠连了女子十米跳台冠军 陈玉希再次屈居亚军 和乒乓球陈梦与孙颖莎一样的剧情 恭喜陈玉希和全红缠 第一个动作 全红缠和陈玉希都是选择同样的107B 全部裁判都给全红缠打出10分 最终全红缠第一轮获得了90分 陈玉希也发挥非常出色 获得了82.5分 第一轮过后 全红缠暂时领先陈玉希7.5分 第二个动作 陈玉希和全红缠都是选择难度系数为3.2的407C点 结果陈玉希下水的时候有些松了 最后只获得了78.4分 全红缠和陈玉希的动作是一样的 全红缠发挥出色 跳出84.80分 虽然这个分数不算特别高 但已经非常不错了 当全红缠落水那一瞬间 陈玉希也为全红缠的出色发挥鼓掌 两跳过后 全红缠领先陈玉希13.9分 陈玉希第三个动作 使难度系数为3.3的626C 结果陈玉希发挥出色 跳出了89.10分 全红缠第三个动作是6243D 结果全红缠发挥不佳 下水时的水花没有压制好 只拿到76.80分 陈若林继续面无表情 无论是满分还是低分都是 毕竟对于他来说 什么场面都已经见识过了 三跳过后 全红缠继续领跑 但只领先陈玉希1.6分了 陈玉希一个动作就把比分追了回来 冠军归属依然难以预料 第四个动作 陈玉希和全红缠都是选择207C 陈玉希发挥出色 拿到89.10分 全红缠发挥更加出色 但没有获得满分 这个动作也是全红缠经常失误的动作 全红缠最终获得92.40分 四跳过后 全红缠继续领先 这一跳优拉大的一点点分差 来到4.9分 第五跳 陈玉希81.6分 全红缠同样81.6分 这样全红缠425.6分未免成功 陈玉希420.70亚军 继军是朝鲜选手金美来 最终成绩出来后 全红缠也是哭了 和陈若林庸抱庆祝 这三年太不容易了 陈玉希摘得银牌 但是两人都是非常优秀的跳水战将 在今天的表现中一轮比一轮好 大家表示这场比赛不分输赢 毕竟两人都很年轻 希望能够在以后的比赛中 看到更优秀的表现